此守亞素鋼鐵場的亞素營民兵正與二軍擊斬中 影片裡機關槍聲響個不停 完全可以感受到戰鬥的激烈程度 自從鋼鐵場內的平民全數撤離後 場區內的每一天都能聽到槍聲打坐 大陸環球新聞網記者挺進鋼鐵場附近 直擊場區內不斷冒出濃煙 儘管亞素營多次表明他們已經彈盡圓決 只是面臨強行突破的二軍 他們還是誓死抵抗 更何況二軍的威脅不只來自地面 也來自空中 亞素鋼鐵場內持續冒出濃煙 甚至還可以看到鋼鐵場內開槍火光 亞素營傷兵已經上看六百人 雖然烏克蘭政府著手計畫要用俄羅斯戰俘 交換鋼鐵場內的傷兵 只是看來似乎緩不計及 就有死守場區內的烏軍在推特 TechSpaceX的創辦人馬斯克 因為馬斯克就像外星人一般能實現各種不可能 畢竟面對二軍猛攻 這些烏軍真的不知道他們還能不能 活著走出亞素鋼鐵場 TVBS新聞做不到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